Hello,Rico 你好 今天終於我可以和今屆ELEMENTS的副會長Rico 可以聊聊天 多謝你 Rico是我們分會的珍珠大王 他的專業領域是珍珠批發及零售 你看看後面的相片多厲害 有很多明星都來這裡專門買珍珠 所以我們都很好奇 Rico,為什麼你不做這麼多生意 你會去賣珍珠 究竟有什麼特別 或者為什麼你可以賣到珍珠 可以說一下你的故事嗎 簡單來說 我們創高珠寶已經是十多年歷史 十三四年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就由一張桌兩張燈去開始 走到時至今日 就供應一些貨給門市及連鎖店 而市佔率就超過50% 嘩,好厲害 即是去兩間店舖 就是一間原來是創高珠寶 Rico大哥供應的珍珠 有份供應的 因為其實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多拿一些不同的設備 他們會有好處 所以我們走了十多年 十幾年的時候 都會有儲存的客人 除非他們收拾了 所以正常來說 可能去到七八成 都曾經跟我們有拿過 或者供應過 這些是不奇怪的 其實我們全香港 可能其他行家都是這樣 不是我們特別厲害 只不過是我們始終有一定的歷史 所以普遍市場 或者是門市 連鎖店 老闆 金舖 都會認識我們 創高 你們的珍珠 跟其他供應商提供的珍珠 有沒有什麼分別 以及有什麼特色 我想問一下 我們的特色 我們公司很堅持一件事 我們不買入色的貨品 因為其實這些珍珠 黑色也好 或者是金色也好 這些珍珠其實也有顏色 當然它因為有不同的背母 或者不同的地區 而生長出來有不同的顏色 但是很多時候 因為它可能 顏色不夠深 不夠美 可能會有些商人 或者有些 我們叫豬籠 最高最頭頭的供應 可能他們的豬籠 就會去做一些手腳 因為現在的科技已經很少 所以我們這麼多年 都堅持買原色 即是它生長是這樣的顏色 我們才會 逢是入色的 我們碰都不會碰 但你怎樣分辨到 其實是本身的珠籠的選擇 還是其實你看見產品 就已經分辨到 看見產品 由於現在技術很高 看見產品 分分鐘我們這麼有經驗的人 都未必會看得到 所以幾年前 有個行家有個笑話出來 就是什麼呢 他光顧了一間供應商 買了一條黑豬籠 誰不知就是 他以為是天然色 原來是入色 然後我們叫入色 原來就是後來會發展到被人控告 給客人來控告 就是因為他入了一條 他說是天然色 但其實被人驗到是入色的貨品 可以驗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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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現在的科技這麼先進 我們這麼有經驗都忍震時會 看不出來 所以我選擇那個供應商 我合作了這麼多年 我就知道他們的質量是有什麼標準 我亦都知道它是沒有入色的貨品 我才光顧那個供應商 所以光顧他們家 所以我確保到 我回來的所有供應的貨品 都是沒有入色的 明白 但是個別 有時會有一兩個客人 他真的要入色的貨品 那我就去幫他收落 那反過來 就是當有人這樣要求的時候 我才會收落 但是如果不是正常 我公司的百分百都是天然的貨品 明白明白 我們很堅持這件事 所以找天然的珍珠 就一定要找創高珠寶 找Ricco 大哥 我另外又想問一下 我剛才都聽你說 你自己對於珍珠都很有熱情 你都很想做一些教育方面 我知道你是一個神槍手 過去不做導師去教人射槍 又不做其他生意 又做珍珠 你可不可以再多說一些 就是你想做什麼類型的教育 是怎樣做一些教育 這樣就是 因為我自己做了珍珠的批發生意 偶然間入行 給朋友帶入行之後 就是一個機會 就要把握 當把握組的時候 有機會入行 就繼續去做 當初我都是以一買一買的形式 就覺得是一個貨品 可能跟普通衣服、車、鞋襪 沒有分別都是一件貨品 但是 越做落的時候 就越對珍珠的由來、歷史 對香港的影響 甚至乎變成珠寶首飾的時候 那種貴麗吸入了我 從而我再深入地去研究一下 怎樣可以再讓更多人認識 這就是淡水的東西 我就再深入研究一下 怎樣可以讓更多人認識 因為對於香港市場來說 不是那麼多人認識珍珠 但是我發現在日本和韓國 這些地方他們的教育是做得很好 廣告也做得很好 商人的廣告也做得很好 所以引致到他們的珍珠是十分流行 亦都很時尚 亦都可以帶得很好 很美 我見到這裡有些武礦 這些是甚麼 有介紹給大家 好 這個就是澳洲的百地貝 專門出的是白珠 專門出這些白色的藍養珍珠 就是出這隻 而這個金蝶貝 金蝶貝 專門出這些金蝶貝 襯都出了 這些顏色也是 視乎背部的組織 那些顏色是失漲出來的 所以那些顏色是不能加的 但是呢 當然現在的技術 是有商人會再加更漂亮 明白 而這個呢 就是黑蝶貝 黑蝶貝 專門出這些大條的黑珍珠 這些很漂亮的黑珍珠 很漂亮 那就是我想從而 因為我對珍珠產生了興趣 第一 第二就是 因為我供應很多機門市 但是我們的團隊的同事回來的時候 就告訴我們 收到的資訊就是 那些老闆 他們說那些客人不認識 所以他們擺在一旁 令到珍珠的銷量就一般 所以我們在幾年前開始 就有做教育推廣 希望將我珍珠的知識 不是說教人 是分享給人 怎樣去選珍珠 珍珠的由來 又或者他們的歷史背景 是怎樣的 那團是怎樣的 即是在香港可以怎樣教 好 甚至乎我們 除了教官之外 在18年開始 我們甚至乎發展到 去西貢一個珍珠牆那裡 香港有珍珠牆的 對 帶人去看珍珠是怎樣生長 是 怎樣採株 怎樣植入一核進去 令到它生長 又或者他們養殖的環境 是怎樣的 過程是怎樣的 甚至乎可以有些 我們可以有些 是讓他們自己去開旁 穩珍珠 很好玩 這樣的教育 我發現 是生動的教育 是很吸引到他們的 所以我亦都有大力去做 這樣 繼續做這樣的教育 推廣分享 除了在課堂裡面 班房裡面 我們甚至乎已經跳了出去 在海面那裡去做這個教育及宣傳 目的就是想多些人認識珍珠 好啊 今天的時間都來到這裡很興奮 因為你聽了很多很多 關於RICO大哥的心聲 為珍珠盡一分力 另外我想問RICO 你是今屆的副會長 你在B&R裡面多久的時間 為何你會投入B&R 我在B&R裡面大概三年多 三年多 承接了你上一階的 不要這麼說 大家都要學習 給我面子 找到我去承接這個業績 我覺得B&R給了我很多得著 第一 首先 無論是朋友 生意 甚至乎培訓都是很足夠 因為它畢竟已經是二三年的一個機構 而且是世界成績 所以教育的東西 還有一些訓練的東西 是很完善 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小公司 只有幾個人的公司 我覺得B&R給了很多培訓 還有很有機會給我一些發展 所以我給多一點時間 去吸收一下 你們前人的經驗 去學習一下 不同老闆的知識 還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融在一起 所以都很期待見到RICO 你的生意再繼續大爆發 在當中 我們一起去成長 一起努力 如果成長努力得更多 就可以光顧一下 對 光顧一下RICO的漂亮珍珠 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了解RICO 記得找B&R elements 創高珠寶的RICO 好,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